如果您想要卡位除权息行情的话 要先搞懂到底什么是除权 什么是除息呢 的确其实很多人 对于这部分来讲 还是不是很了解的 那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个除权除息的 一个范例来跟大家讲 比如说有某一档股票 它的股价是100块钱 然后配现金股息是1块钱 配股2块钱 就是配息1块钱 配股2块钱这样一个情况 那你看到下面现金的股价就是多少 就是一张乘以1000股 因为我们一张股票表彰的就是1000股 所以要乘以1000股 然后再乘以股利1块钱 所以就等于是1000元 也就是说你除息配息这1块钱 你就可以拿到现金1000块钱 那股票股利来讲 它配给你的当然就是股票 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 一张乘以1000股再乘以股利 2块钱我刚刚提到2块钱 可是为什么要除以10 因为它是票面价 我们国内的股票票面价叫10块钱 所以你一个股票来讲 你要再换算存回来的话 你还要再除以10 所以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是200股 就等于是你除2块钱 就等于获得200股的一个股票股利 所以这样加起来来看的话 那这个如果说以配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股价到底是怎么换算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这个部分 除前席的参考价 就是除前席的前一天的收盘价 减掉配发的现金 刚刚是1块钱 所以减1块钱 99 然后再除以什么 1加配股利 就是下面这一部分 100减1再除以1加0.2 所以算出来是82.5块钱 也就是除了1块钱的现金股利 加上2块钱的股票股利 换算回来隔天的参考价 就是82.5块钱 不过现在是不是很大部分都配现金了 所以其实蛮好算对不对 对 股价扣掉他的现金发多少 对直接扣 然后如果有配股票配现金的话 就要用刚刚的公式来套进去算 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那如果说你这边要参与除前除息 到底什么样股票会适合在这时机点 再去参与除前除息的动作 那尤其这一波其实行情也不算小 涨了差不多2500点的一个行情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那你可以用这四种情境下去套用你的股票 去看你的股票到底是哪个时间点 适合先出涨 还是要可以参与除前除息的动作 第一个情境来讲的话 就是在于说除息之前有急拉 然后急拉之后涨了一段 然后可是除完息之后 反而是回跌下来的 那回跌下来的情况之下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殖利率非常高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 可以看得到说 他是除息之前往前拉了一段 可是除息之后 他反而没有填息的一个情况 是属于一个贴息的一个情形 这一部分来讲 一般会是一个殖利率非常高的公司 那可是因为殖利率很高 也许他前一年 所赚的钱是来自于业外 所以他配股配了很多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说去做填息的动作 然后第二个人来讲的话 就是可能有特殊人去特别做多 大拉一波之后 所以他也涨多了嘛 涨多来讲的话 尤其这家公司 他如果说未来的成长性跟愿景不好 那当然他也就没有办法去做填息 所以他反而就会呈现贴息的动作 所以以这类股票来讲 一般都是除息之前 你操作这一波的所谓的差价 除息之前拉到高点 你可能就可以先出场 你不用去做一个参与除钱除息的动作 尤其是愿景不好 这个前景不好 成长性不佳的公司 你更不需要 尤其除息之前已经大拉一波的 那我们看到说情境二 情境二来讲的话 就是除息之前有大涨 可是除息之后呢 他依然有机会再填息 而且股价会再创新高 那这类股票来看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成长性非常的强 不管是产业的成长性 不管是公司个别的一个成长性 那这一部分来讲 未来的一个获利 又会大幅的攀升上来 那这部分来讲 不管是公司 不管是法人 都还有做多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代表说可能从今年 从今年的配股配息 会延伸到明后年 可能还有几年的一个行情 他就每年会拉升上来 去参与除息 除钱除息之后 可能又再会再创新高 所以情境一跟情境二 差别在于 他有没有股价填息的成长力 对 他有没有 可以要看基本面 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到底有没有成长性 关键是在于成长性 趋势是不是往上 对 趋势是不是往上的 这是很重要的 他还有办法说 持续的去再做一个填息 拉高再填息 再往上创高的一个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情境三 第三种情境来讲的 就是除息之前 没什么表现的 就平平的 那可是除息之后呢 他有填息 往上平稳的填息 那这类股票来讲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于 大型股这一块 他在除息之间 也许没有什么很好的成长性 反而不会进来卡位 可是除完息之后 大家看到说 哇 股价掉下来 因为除息之后股价会往下掉 那往下掉 大家觉得已经便宜了 或者本益比偏低了 大家就有可能再进去 做一个重新布局 所以股价来讲 就往上去做的推升 就慢慢的又有填息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种股票来讲 其实填息 他要在大涨的幅度也不大 他像台积电算这种吗 对 台积电也好 台硕士保啊 或者像中华电信啊 这种大型股来讲 一般都是平稳的 那每年的值率 可能就是5-10%这样 差不多5%左右而已 要到10%的应该很少 5%左右这样一个情形 那这些股票来讲 可能就是除完息之后 就很容易填息 再来第四种情境 就是最不好的 那这种股票来讲 就是除息之前也没有涨 那除息之后也没有涨 不但没有涨 反而还贴息的一个情况 那以这种情形来讲的话 就是最不好的 那为什么会发现这种情形 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最主要当然就是在于说 一个公司派的公司的这个前景不好 比如说产品 现在来讲的不是降价求售啊 就是做出来没人要啊 或者都已经是过时的一个产品啊 那这种公司来讲的话 其实前景不佳 他就就算有除息 除现除息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填息的一个情况 那营收获利都是大幅衰退的 法人也有大股东 也都是站在减码的一方 那这些股票来讲 可能就很难去做填息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以这种四种情境来讲的话 最好的是第二种情境 他成长性最佳 所以回归到最佳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你还是要从个别股的 这个公司的愿景 跟公司的成长性去做一个评估 才是你现在可能能不能参与除钱除息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你是保守型的很平稳的 那你就去寻找说除息之前可能没什么涨的 这种比较大型的龙头股 然后每年都有稳定的配股配息的 那这些股票来讲可能还有天息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四大情境 可以把您手上的股票要不要参与除全息 把这个情形拿出来看一下 股价符合哪样的走势 搭配在后续这种产业面的变化来做判断 而广告以前我们也带您看到 股神的神话难道不在了吗 巴菲特惊传出清了手中的航空股 证明他危机入市是错误的 本该集满近两万人的奥马哈大型会场 一片空荡荡 股神巴菲特长年来的左右手芒格也没出席 改由被视为巴菲特接班人之一的 波克夏副董事长亚伯代打上阵 波克夏海思威第一季大亏近500亿美元 但营业利益年增6% 由于预期现金部位上升至历年新高 显示股神并未逢低大买股票 巴菲特直言 现在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再加上至今仍无法找到好的收购标的 使得公司抱有庞大股票及现金 目前波克夏手中现金高达1373亿美元 而面对航空业大失血 巴菲特更坦诚 自己投资美国四大航空公司是个错误 现在要全数出清持股 波克夏第一季未实现投资损失 高达545.2亿美元 主要来自于三月底的美国股灾 巴菲特也呼吁投资人 不要借钱炒股 除非能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 不过股神依然看好美国复苏 强调美国过去也曾面临动荡时刻 仍能够持续成长 警告投资人不要做空美国前景不佳 买进追踪标普500指数的ETF 或许会比听从其他人的投资建议 或买国库券要好得多 I don't believe anybody knows what the market is going to do tomorrow next week next month next year I know America is going to move forward over time but I don't know for sure you can bet on America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how you bet because simply because markets can do anything 过去尽管时机艰难 巴菲特大多能保持乐观 但在这次股东会上 巴菲特却经常将我不知道挂在嘴边 对于市场信心也是一种严重打击 介绍平等贸官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